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音像店早已误是人非,随着传统唱片逐渐过渡到数字时代,免费下载横行,全球音乐产业遭到了沉重打击。 1999年,全球音乐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286亿美元,但自那以来,音乐产业的营收开始逐年下降。 不过,在一片唱片已死,音乐将死的声音中,国际唱片业协会之前公布了一组数据。 2012年,全球音乐销售额达到165亿美元,较2011年的164亿美元增长0.6%,尽管增幅不大,但却标志着数字音乐首次弥补了唱片销售额的下滑。 与此同时,步入2013年,国内数字音乐领域也是大势不断,豆瓣FM Group推出了收费版本,阿里巴巴完成对虾迷惘的收购,并组建音乐事业部。 京东商城悄然上线了数字音乐业务,曾经被互联网差一点毁掉的音乐,似乎开始走向复兴。 互联网音乐向B2C转变,需耐心培养付费习惯。 2012年就有消息称,包括华纳在内的几大国际唱片公司将联合酷狗、酷我、百度、QQ音乐等多个音乐服务网站,尝试采取音乐下载收费包乐制度。 这意味着,唱片公司与音乐网站传统的版权费交易B2B模式时代已经结束,取而代之的是唱片公司与用户直接交易。 音乐服务网站只收取平台费用的B2C模式,音乐服务网站开始向个人收费,这对于很多用户来说都会感到很不适应。 就连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、微博也曾对腾讯科技表示,数字音乐收费是全球趋势。 然而,用户多年养成的免费习惯,从不愿付费到付费阶段有难度。 个人希望数字音乐收费模式可成,但不会抱特别乐观态度。 以豆瓣FM Pro为例,10元包乐套餐主要有两项核心服务,无广告收听和高音质下载。 调查显示,对于无广告收听,有用户反应,目前豆瓣FM的广告时间比较短,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 对于高音质音乐,音乐人表示,音乐的效果和音响设备收听环境都有很大关系,很多人都是嘈杂的环境里听歌,所以高音质音乐对于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。 但从全球音乐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,国外音乐付费模式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,而且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,音乐产业已经开始有了回暖的迹象。 如果国内的音乐公司能够耐心培养用户的付费习惯,对音乐推广方式进行个性化的包装,为常不能获得用户的支持。 在欧美市场,用户付费听音乐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苹果iTunes以每首歌0.99美元的价格出售,唱片公司与苹果都成为了该商业模式的受益者,但这些意识都需要长时间的灌输。 音乐公占移动端,独立专辑,APP成亮点,当越来越多的唱片公司难以从免费的歌曲播放和下载中获利时,当众多音乐服务网站还在为需要长时间培养用户付费习惯而苦恼时,对音乐推广进行个性化的包装,成为短期内获取效益的最主要方式。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,音乐也将目光瞄准了这个平台。 移动互联网被看成是与音乐结合最为默契的载体。 苹果iTunes下载量突破250亿,美国流媒体音乐服务Pandora一半的流量来自于移动端。 Spotify的付费收入中,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手机音乐付费。 2011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年度报告显示, 2011年网络音乐总体市场规模超过300亿元, 在线音乐市场收入规模为38亿, 无线音乐市场规模达24亿元。 音乐拥抱移动互联网,成为大势所趋。 但如何在移动端对音乐进行个性化的包装? 当APP Store、Google Play里充斥着大量音乐、播发器和电台应用时, 独立专辑APP的出现,为音乐在移动端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。 这款定价30元的APP, 苹果收取其中30%的费用, 音乐人和技术开发者评分剩下的70%, 在传统的经过唱片公司和互联网渠道推广以后, 音乐人一般只可以分成3至5%。